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5月15号的在地新闻 台湾小剧场联盟于4月份邀请香港剧场导演林奕华 来台湾以工作坊行事 在台湾征求台湾演员 并将演出爱的教育2之A片看台多了 林奕华在香港编导的剧目 多以关怀青少年及同志为主 他便擅长以工作坊的形式 带领非专业的演员 演出他们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 以下就是5月8号 林奕华在临界点剧相录 带领工作坊成员观赏他作品的片段 香港剧场导演林奕华 7月2号 3号将与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演出他在台湾的作品 爱的教育之A片看台多了 而从4月开始他就在台湾募集了一些非专业演员 以工作坊形式集体创作 他先让成员观赏他以前的作品 了解他想说什么 再去了解每一个成员的性格 让他们自己去发展角色的骨架 非常我觉得是运气了运气很好是 他们都是很对我来讲是很 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性格 每个人都很可爱 所以我要解释一下的就是说 这个戏是怎么排出来的 戏的戏呢 8分之20是在我们做工作坊的时候排 8分之80是我们到了剧场里面 然后才排的 所以我的戏很多时候他们都很怕 就是说其实都是用三天排出来的 那因为一进去之后 大家都把工作坊的经验全部抖出来 但是工作坊之前我们不会有一个run down 就是进剧场之前没有run down 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 现在他们都习惯 因为都很久了 差不多两年三年都有了 有一些是一年 然后他们都很习惯就是说 好我们听到工作坊就是谈谈啊玩玩啊 然后一进去之后就真的来了 没有很重要 林一华的剧本都是长在工作坊成员身上 他对大家提出问题 让他们自己回答 然后在舞台上 用戏剧的演员 说出演员自己想说的话 很多时候就好像说他们准备了颜色 然后我进去之后就画 然后他们就马上投入 那很多时候呢 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来 比如说工作坊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什么 我就跟他们做一个游戏 我就说 每个人给我一个句子 那个句子呢就是 前面是一件好事 后面是一件坏事 我许前面是一个坏事 后面是个好事 然后你讲完了之后呢 后面我给你一句锁定的句子 就是说你觉得我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出来 就是说 我不会清点后面 但是我出了东西之后 我会摸嘴这样子 就是他们自己想出来 就是说所谓的矛盾 然后我们做工作坊的时候呢 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有一排人坐在那边 然后打分数 就是他那个人 他讲了一句话之后 有一个panel 在那边打分数 就是他十分 他八分 然后就make judgment 但是演戏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个没有必要 因为那个judgment 是在关注那边去make 工作坊中的互动是很紧密 也很活泼 林一华在了解成员之前 要先暴露自己 当他被问到自己 和演员之间的互动时 他说其实是很慢的 基本上我很怕 我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我是很cold 我很冷 基本上 我从来不会对人很热情 我也不会对人笑 或者我不会 我基本上我很怕 给人家一个错觉 我是一个很热情 很温暖 很有爱心 因为我完全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非常cold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人 他是狗 他是像狗的人 那我宁愿 将来他们有机会发现 我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不会就是 因为我遇过有一些经验 就是有些人 他们很友善 但是到后来他不是这样子 那我就从小就告诉自己 说我不要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 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跟演员的沟通 其实是很慢的 就是互相的心愿 是很慢的 但是 我对他们是有 很大程度上的心愿 流浪在一厢 是一种很疏离 很冷清的感觉 姚悦中98年的新个展 天外天 就是记录他在旧金山流浪的经验 他说 他想试试看 当一个人 无法与外界沟通 只剩下自己的时候 能创造出什么 于是他以最简单的原子笔和纸 描绘出他当时的状态 结果是一个个 漂浮在外太空的生物体 姚悦中98年在前因素展出的天外天 是那97年在旧金山旅行时的作品 一个个不知名的生物 漂浮在半空中 没有地平线 没有坐标 蠕动地伸出触角 却不知道要捕捉什么 这就是姚悦中在旧金山时的心情 可能也画不出来 那表示你以前 或者说你去年 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 你自己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 去年这一批是在旧金山化 那时候是一个得到一个 Headland Center的那个讲述计划 在那边大概三个月 那在那边 在那边我什么都没有 语言也是很久没用 所以有点不太习惯 后来比较好 然后后来 我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 我只用一根那种笔 这种很细的那种 墨水比大家都可以用的 还有一种纸 就是最简单的工具 来试试看我能做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一般来讲 画作都有透视感 跟那个很多的空间暗示 可是这次我就把它 全部把它打掉 所以说它这个画里面 是没有地平线的 那因为它是正方形的构图的话 它也没有那个上下之分 对所以我想说它就是一个 飘在一个 一个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它的 空间的一个地方去做这样的东西 姚芸中说 台湾的艺术家 比较喜欢做社会议题式的东西 那样的东西比较有市场 很少人敢去面对自己心里 真正焦虑的状态 他所做的只是真实面对姚芮中 真实的表达估计 抓就是那种漂浮不定 屈服的感觉 那么他挣扎的从那个某个 东西跑出来 想要抓什么东西 说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要勾什么东西 可能是空气 或者说可能是勾什么 那他就是一直在那边 原地的打圈圈打转这样子 是这样的感觉 那基本的主调还是 孤独 台湾的艺术家是不是跳两小丑 麦力演出只为了博取观众一笑 在创作中被割裂成两半的艺术家 一面是扮演静止的演员 一面要吞咽的是自己的孤己 那比如说像这张啊 这张就是 呃 这个就是我啊 因为这个是 其实我看到一个马戏团的那个 也灵感 他要吞剑嘛 吞剑他娱乐别人嘛 他是变魔术吞剑 那这个人为了要表现他很厉害 他就好 那我就从嘴巴出去 从屁股出来 哇好厉害 结果可惜的是他 那个剑会倒勾的 所以他拔不出来 那他就 他就只能够撑在那边这样 很痛苦的撑着 可是观众就觉得说 哇这个好厉害啊 哇塞 真是太厉害了 那他会鼓掌喝彩 可是他就只能永远 像那个学习佛西一样 在那边撑着 拔不出来 然后叫也叫不出来 然后就只能这样一直撑着 然后别人的痛苦 他自己的痛苦 然后变得变得快乐 他已经变成一只哭了 他的头 对 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的写照 那种 那种 拍了四年以后 他才慢慢融入信徒的心中 感受到一种虔诚的氛围 4月25号到5月13号 金城才在台北一郎 开了一场台湾民俗庙会摄影展 庄严的世界 夺谷宣腾是我们对民俗庙会的印象 金城才看到的庙会 却是安静单纯 透过镜头 他想表达的是一种 逐渐消失 也不被看见的虔诚信仰 所以 我从民俗里面看到安静 是拍了 第四年以后 我才真正去感受到 其实民俗现场里面 他是非常安静的 举一个例子好 就是 像在 在马祖庙里面好了 你看你能想像在他的那个 庙的大堂里面 可能有几千人同时在祈祷 可是 如果你 你就走到随便一个 欧巴桑旁边去 你注意去听他跟神 在祈祷的时候 他可能会一直念念念念念 然后同时 你再注意听 他旁边的人 也同时在念念念念 可是 如果 他们都祈祷完 你问他说 你有没有听到隔壁的 欧巴桑在跟马祖球什么 他一定不知道 因为在他们自己祈祷的时候 他们 只认为 在那时候 他只认为神 只听 他在祈祷 金城台在记录民族庙会中 不只见到仪式的进行 也见到仪式中的人 某些人身上的特质 会融在整个庙会仪式的进行 让金城台每一次在进入现场 都有一种熟悉的回家的感觉 我第一年去帮妈祖拿两伞的 可能是一个阿伯 然后那阿伯 我印象很深刻 他是一个跛脚的一个阿伯 然后抬轿子的 也是一个老阿公 然后他每次轿子在休息的时候 他就拿一本书 然后就一直看书 然后不知道 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 你就看到这些仪式里面的人 都有他们的特质 就我记忆很深刻 就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质 那我都用 以他们特质来认这些人 那你可以在那边特质 包括两年三年后 我看到他们 你可以从他们这些动作上 看一种熟悉 拍过的稻草人 民俗庙会 金城台下一系列作品 是要亲身走过台湾的海岸线 进入沿岸的风土人情 以及他不愿见到 却必然会发生的深海变化 关注台湾是他的基调 支持他继续流浪的 是他在每一次的聚合中 看见的生命力 很清楚的去感受到 今天如果是 我今天要拍的这个人 他们是用什么心情去看待 在这个仪式里面 可能他拜的神是保生大地 或是妈祖或是王爷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 其实那个虔诚性都一样的 而且在这个仪式里面 很自然 只要那一世信徒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情感 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自然就在那空间凝聚起来 所以其实我蛮喜欢 到民俗现场里面去 我可以看到 人跟人很真诚的相对 以上就是5月15号的在地新闻 由在地实验网络电视台 于台湾台北自作播出 我是记者郑梅亚 下次新闻更新时间是5月22号 欢迎继续收看 空间 立法 我学家 李灵 快点 search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